名列前茅大概是前三名都叫做前茅 那这样子我们也都认了 可是我们会认为说 不管是哪一位总统候选人 无论怎么样要提出来 对国家有福国利民的政策 是对于大多数的选民能够接受的 民进党对看待任何的一个民调 我们都把它当成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参考的一个数据 倒不会像别人去讲说什么带风向 可是这份民调来看的话 从趋势来看的话 就有一个疑问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会不会 从整个趋势来看 我是不是会换了民调公司 是由不同民调公司来做 我这个我提出的第一个 对这份民调的一个解读 数据上我们从来都不会去质疑 但是为什么会大幅度的来 出现这样的一个落差 这个足弓民进党来做一个警讯 但是我们就比较疑问的地方 就是我们不晓得是 是跟原来的本来正专门也是代理安 那这一次七月份做出来的到底是不是还是代理安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就是说我们在观察每一份民调的时候 长期去看他的一个趋势 同一家来做的话 他是会比较稳定 然后那个就参考的价值会更高 像比如说 风产 四咖来看 耐清德22.5 柯温泽18.6 郭台铭17.2 火友宜14.9 在国民党的火友宜的部分 可能以最近国民党陷入一个大乱局 也就是说蓝军的一个大乱斗 那到底会不会整合 不知道 但以现状来看的话 四咖显然火友宜的部分 这个可能就是心脚刀要再去努力的一个地方 大家到最后可能后面这三咖会揪团 大家就会揪团了 那谁跟谁 谁要跟谁来配 或者是谁去诟病谁 这个都足看我们后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作为一个执政党来讲的话 就变成我们必须要拿出更好的一个执政的一个成绩 候选人的部分 就没有办法像其他的一个参选人一样 有比较多的一些比较口号式的 我们必须要很具体 让民众去感受到 而且是可以执行的 那这个是执政者的一个候选人跟这个在野党挑战者 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反而这些要这个 何来何去的这些 到底理念会不会相合 会不会走出什么样路 到最后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组合 到底会不会是最后真的是四咖或者三咖 对我们的影响到底会是什么 或者到最后真的会是难力对决 还有待时间的一个考验 给你的人带你 就算了 爹